厦门河错村 东面隔海与大小金门相望 1958年金门炮战中 河错成为落胆最多 最密集的前线之一 全村85%以上的房子被炸坏 2480间房屋被炸塌 今年80岁的何明泉 是1958年金门炮战的亲历者 他指着弹痕累累的校舍 告诉中心设计者 作为厦门市河山区 第四中心小学的校舍 由菲律宾华侨回乡捐建的万顺楼 在炮战时期被100多枚炮弹击中 当时学生和乡亲们都还在楼里面 我们的同学跟乡亲们 跑出这动头 大家的脸上被炮烟形得黑黑的 大家的脸上都黑黑的 同志一出来的时候 大家不管难以就抱着哭 抱着哭 讲了一句话 我们还合作 我们还合作 1958年金门炮战期间 16岁的何明泉和其他12名 少县队员 组成前县少年之前活动大队 为解放军洗补衣服 接电话线和修工路等 他们一边坚持学习 一边冒着枪林弹雨 穿梭在前沿阵地 最终被授予英雄小八路称号 冒作于到河边到渠边去洗 去洗 有时候打炮 打炮的话同学们就是说 在原地爬着 等炮打完以后 继续洗补衣服 总共的话为将军输出 洗补衣服以后有三千多件 1958年底 各界人士组成的慰问团 来到厦门前线 英雄小八路活跃的身影 让慰问团成员感到惊讶 作曲家记名 听完英雄小八路的事迹后 直接拿出纸笔来 开始构思谱曲 这也是中国少年先锋队 对割最初的旋律 那当时的话 他们跟我们对话 对话就是这样子 对话的 你们怕不怕 我们不怕 为什么不怕 因为我们要留下来 要保卫海防 保卫家乡 所以我们的对割里面 很多 很多话 不怕随身 不怕困难 坚持学习 远强斗争 这些都是跟我们对话 何明泉母亲的娘家在小金门 2001年 厦门与金门开启两岸小三通首行 何明泉就迫不及待地 坐首班客轮 到金门寻找亲人 因时间仓促 未能如愿 2002年 何明泉再次前往金门 几经周折 终于找到了母亲的娘家 我见到了我母亲的娘家 我一到一到我就看看这种房子的周围 跟我母亲讲的 是不是一样 就说明说这个 这种房子就是我母亲的娘家 我首先是先策定这条 进去以后的话 第二个的话 我先跟我那些祖宗 给他 刷个香 曾经的炮战前沿 何错小学如今周边高楼伶俐 这一带已蝶变成为厦门地区 最为知名的总部 楼宇经济区之一 一入茂蝶之年的何明泉 就住在何错小学不远处 闲暇之时 他常走进英雄小八路纪念馆 寻找回忆 展望未来 两岸的话都是一家人 对的都是一家人 就不能这样挡来挡去 挡来挡去都是 自己打自己啊 对不对 这一点上的话 这一点上是我们最感受的